欢迎来到小云逛吃TV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前两天你们也看到了我打过羽毛球了 是吧 我们现在叫好羽毛球教练了 羽毛球教练明天开始 要开始教我们打羽毛球了 300泰铢一个小时不含场地费 场地费是140块钱一个小时 那也就是全部在一块500泰铢 100块钱一节课 然后为了庆祝一下 我们要开始锻炼了 今天要来放纵一下 叫放纵餐 放纵餐 我们来到了这家德国猪手 这个叫什么呢 自助餐伯匪 中午230 晚上280 那边写着中午晚上 反正中午可能客人少吧 所以的话他就价格调低一点 反正也就是50块钱到60块钱人民币一个人 随便吃 今天呢把可可也送走了 本来想中午就来吃的 后来因为东忙时忙忙了一通以后 可可要赶飞机 我们就等到晚上了 等到晚上到这儿来吃一个 走 我们去看看 走走走走 我们去看 哇都是老外啊 全是老外 那么老外真能吃 他们也应该也觉得这里很便宜 肯定啊 他这个价格 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 你说对吧 啥都有 这些是什么 甜点了 哇这些东西吃了多要胖啊 我省着肚子吃肉吧 还有水果酸奶 那个好像也是什么蛋糕吧 哇真的食物 哇这个土豆我也喜欢吃 哇火腿片 火腿片 反正就这个价钱 230中午来230 晚上来280 就这么个价钱随便吃 不光是这一些 来还有这里 哦冰淇淋 还有冰淇淋也是对 还有这么多的餐台 是吧 土豆鱼 哇这个好吃的 红心粉 这个好吃的 哇这个真的好吃的 好吃 这个好吃的 哇这个也好吃的 里面包的是培根哦 哇这个也可以 哇 哇还有鸡肉 鸡肉瘦身 瘦身齿 瘦身齿 哇最关键的是这个 打猪肘子 这个做的像个面包一样 外面也是肉 肉泥 完全是肉 全是肉 全是肉 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吃肉自由 对 我要去拿个盘子 哇还有好香肠 德国香肠 哇 德国烤香肠 哇肉丸子 这个肉丸子好吃的 我觉得都还可以 赶紧拿起来吧 拿个盘子 这个盘子好像太小了一点 你拿深一点 我拿的花盘子 花盘子吧 拿个花盘子吧 拿个花盘子吧 这个我肯定是要来一片了 这个是咸猪肉 咸猪肉 来一片 哇塞 我再来个丸子 丸子我要来一个 这个是藕丸子还是肉丸子 肉丸子呀 怎么可能会有藕丸子 德国人不吃藕丸子的 我告诉你 哦 它的那个酱也是泰国酱 这个鸡腿都不要 鸡腿过一会儿吧 这里还有猪脚饭的猪脚 它们的一盘子的这个量 远远大于我 这个我可以多来一些 我今天中午吃的也是猪脚饭 我又来一个啥玩意儿 这个是什么呀 看上去像是 what's this meat 拿森亚 我也不知道拿森亚是个什么东西 啊 鸡肉 鸡肉 猪肉碎和面片 它侧面切出来是有面片的 哦有面片啊那我不吃 哈哈哈 我再来个鸡腿 再来个鸡腿 哇鸡腿的话我肯定是要这个的呀 哇这块 这块烤的 这块可以呀 哇 哇 这可以呀我来点酥的吧 哇这里面都欠肉 哈哈哈哈 这个真的有点过分了 这家餐厅 那我真的要来点酥的啊 这个土豆 哇 好烫 哇这勺子好烫 说明这个餐盘下面是热的 嗯对 它能够加热 行我就先来这一些 过会再来成第二轮 哈哈 可以 这个火腿片你不要吗 它的这个火腿片 我觉得好像也是很不错的样子 嗯是吧 哎 他们德国人是这样夹的 这多难啊 他不弄个夹子 他直接给我这样个少 两个两个叉子 你用的也挺好的 哎 吃肉了吗 怎么什么困难不能解决 什么困难不能解决 好就坐这里吧 哇 这他们都准备好了啊 对啊 我们就这一桌吧 你就这张桌子 哇 拿着柴子 哎 对啊 你拿着 这个是番茄 番茄里面夹肉 切肉 我也拿了一个我觉得很奇怪 你去拿你去拿 就在这边看 你吃的这个量 跟丹丹姐这个量是一样的 你这下怎么了 轮数不一样 对我能吃三轮 她能吃几轮 跟我斗 斗不过我的 我只是镜头前面这么多朋友 看着不好意思 是吧 是吧觉得我好像很能吃的样子 实际上你真的很能吃 你给我闭嘴 我在新疆大家也见识过了 是吧 其实我们是小胃口 胃口其实真的是不大的 其实 但是拿到青麦来 我这个胃口杀鞭天下无敌手 新疆不敢吹牛逼 是吧 这个肉像是跟咸的 混出来的那种新鲜的 哪一种 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一块 那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 不是这一块 我感觉你像烤帅 大就是一大堆那个肉了 一个一个锅子里面炖的 锅子里面炖的 我都没看到 我也没看到 我都没看到 我来尝一下这个 哇 好吃 这个是咸肉的 你这个好吃 我这个好吃 我一看就觉得好吃 我就拿了 拿一盆 你带我去看看 我也拿一盆 拿一盆 这这这这 哈哈哈哈哈哈 拿一盆 哎那这盆我拿了 就是这个 他就是从白色的 这块好是吧 嗯 不是那个 这个餐盘好胖 这个是咸猪肉里面的新鲜猪肉 哦 我拿的是咸猪肉 他这个是新鲜猪肉 好 就是这盘 你这一盘就拿这两块肉啊 哈哈 那还要拿啥 够了不够我再来拿 嗯 我够了再来拿 嗯 这块好吃的 拿了两块嘛 拿了两块 那给你一块 给你一块 好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这么一点 对 你很像是那种 失所谓 是 接来之时 接来之时 这好像是肉动的一样感觉 对 是吧 就是肉动 也很好 这这个 这家的话 全是猪肉 对 德国人是 就可能这孩子 最爱吃猪肉的 对 所以德国大猪肘子 不是出名的吗 对 德国大猪肘子 是吧 德国香肠 德国香肠出名的 德国人爱吃这个 好吃 你们如果说是肉食动物 像我们一样是肉食动物的话 哇 那就不得了了 发残了 发白了 我告诉你们到这个地方 所以有很多朋友老是说 我到泰国来泰国菜吃不惯 我以后再也不去泰国了 我告诉你 你没发现这种 对呀 我不是说我还第二轮吗 真的 可以 谁说德国都吃猪肉的 鸡肉也吃的 对呀 这个鸡肉也好吃 这个鸡肉也好吃 对 嗯 这个鸡肉外面最多蜂蜜的 啊 蜂蜜烤的 蜂蜜的 蜂蜜好吃 哇 您订阅来一盘 第二盘 您说的那个酱特别好吃 啊 就这个啊 这个 所以有很多朋友在那里说 我到泰国 我吃不惯泰国菜 这种餐厅 很多很多 很多 真的很多很多 真的 你光是青麦就是这个样子 你别说你什么到到到到什么曼谷去啊 到普及去啊 我告诉你那里老外更多 对 这种餐餐 这种餐厅更多更多 包括我们前两天我们去吃的那个 法国牛排 嗯 对吧 也是老外 全是老外 全是老外 对 所以你们要多看我们的节目 你要多关注关注 对吧 我们吃的东西我也不是说菜不菜 我天天要吃 我吃的多了我也不要吃 所以的话你到这种餐厅里来 还有我告诉你什么巴基斯坦菜伊朗菜土耳其菜有的是 有的全是全是全都是 全都是什么烤饭啊什么你要吃你都吃得到的 墨西哥菜也有 墨西哥菜也有 Taco是吧吃taco 嗯 陈老师你也去拿吧 好 专门吃墨西哥 我们看看陈老师会去拿点什么 会不会拿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 吃货出场 你在我面前说吃货 你是能吃 你是能吃 你是会吃是吧 嗯 土豆泥啊 土豆泥可以的 这个土豆泥绝对OK的 这样一坨甩上去 叭唧一下 这是什么酱 哎也是肉圆子嘛 我以为就是个蘑菇汤呢 这好像就是配这个呢 这个台子扁蓬很烫啊 嗯 这个要吃的 就吃这种 对 我觉得这种比里面那种好吃 这个是什么酱 不知道呀 这是土豆炖牛肉 咖喱酱 这个不要 哎这个 培根卷 哇这个叉子看着就带劲 哇塞 哎我们好像 那边的台子根本就不去 那边素菜 那边就是素台子 根本就不去 素菜是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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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这是什么 鱼排 哦鱼排 完了 我这个才走了这一点 满了是吧 这是什么 这个好吃呀 这个是那个猪手饭里面的那个猪手饭的那个 这个好吃呀 你上次 对吧 哦外面还有素菜呢 对 然后里面嵌的是肉 很稀有的素菜在这里终于见到了 是吧 蔬菜 它是嵌了 那个也是 那个真的很好吃 好吃啊 番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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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肉 番茄嵌肉 我要摸点位置 这个肉丸子不要来一个吗 这个肉丸子我还没吃呢 那你拿的跟我也差不多呀 我 拿的也就是这件东西呀 应该比你多吧 比我更丰富啊 来肉 啊这个真的是可以 这个抽 他每天这种大厨桌子 不知道要卖到多少个 哦这块好 哦 这块好 哇靠 有点过分了 这块 哇这块要把它夹完 哇 哇这家店其实也开了很多很多年了在这里 嗯我十多年前的是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啊对 所以这家也算是个老字号了已经 哦这个这个要吃点 啊你还弄点菜啊菜叶子啊 这完了这个 好可以哇 哇这个真的是发了财了 哇 哇 所以你看看他们吃的人也不胖啊 这就完蛋了 我都感觉 都是瘦的都不胖 我都感觉我这个不太能吃得完 我相信你可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这么觉得 好陈老师的来了 哇这么大一排哇哇哇真的是厉害啊 我点两份 280株和这里的价格是一样的一样的对啊对 但吃的丰富呀啊 但吃的东西丰富呀 对那问题他那个就就两块牛肉呀没了呀 对对对这里呢 我要吃多少吃多少想吃多少吃多少 哈哈哈 所以说你说要划算的话这家店确实是划算 确实划算 而且昨天那家我们都已经便宜到经验了 对 140一块牛排 你说别的地方一般来说都是两三百桌 对 我们甚至早餐就是那种早餐店 早餐店的话也要两百多桌 要两百多 就是那个早餐世界不一定要两百多 只要两百多 还要贵一点的你说有什么德国香肠的可能要三百多 对对对 是这样子 所以这家店是很划算很划算 真的很划算的也是私藏的一个名单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到前面来一定要试一试 就在冰河边上 过一会陈老师可以把那个挂上去 对对对啊 把那个地址挂上去 这家店我觉得值得来尝试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要现在这个时候来 热 你再过一个礼拜就好了 雨季来到这里的话就会舒服 到五月中旬开始之后 对 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 这个期间来 空气又舒服 温度又舒服 然后也不需要开空调 特别的好 看到没有 这个番茄打开是这样的 全是肉圆 怎么给他掏空的这个是 他其实就是用了一个番茄皮 对啊 怎么给他掏空 里面就是一个大肉圆子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炖猪粗子跟我们 风烧 我们说这个时候就是那种 炖菜 满像的 满像的啊 其实是一样 对 他炖出来他也是这样炖 其实是一样的 味道也蛮接近的 对啊 那你说还能做出几种方式呢 你说猪粗子 烤的炖的煮的 炸的 炸的 没了 没了 所以说全世界做法其实也差不多 猪肉香肠 猪肉香肠 那个味道不一样 香肠不一样是吧 香肠不一样 香肠味道不一样 他们几个人战斗力都不行 终于要吃水果 我要跟我去 我要拿一点甜品 饭后甜点 好 先拿个盘子 水果 就有什么西瓜 哈密瓜 木瓜了 好像说这个芒果很甜的 这个芒 现在是芒果季节 对啊 我们家院子里都是芒果了 芒果拿一点 对 等一会儿要不要浇一点 什么酸奶之类的 西瓜拿一点 好 哈密瓜再来一点 对 西瓜拿个三四块啊 我这个也算一餐水果沙拉了 对 再来一点木瓜 对哈密瓜拿一点 木瓜拿一点 这一餐放在早餐店里 再交一点那个什么杏仁啊之类的 也得卖189台铸 劝你善良啊 到这个是谁拿的谁吃啊 我给你吃 好 分一分分一分 分一分 分一分 要吃东西吗 就是这点东西吧 就这样吧 差不多啊 哦 再弄弄不下来 你还要吃点什么东西吧 我先把我盘子里肉解决了吧 好 走走走 来这边不是光味的是水果的 我每样水果拿了个三块 好 我说我劝你善良啊 到最后就谁拿的谁吃了 哈哈哈 我爱吃西瓜 你们确定 玩喝西瓜 好吃吗 他结束了 剩下的是你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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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是有四个味吗 他没关在给你吃一个 帮你吃一个 好 对 有你要吗 啊 你要吃哪一个 哇 拿过去 嗯 我管 放在他那里 我管 慢慢的就吃完了 慢慢的 还好你又救了小雨一米 是吧 你们的位置就是谁拿的谁吃完 是吧 谁拿的谁吃完 好了 吃兵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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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仔 乱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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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1,400 1,400 OK 1,400 1,400 1,400 OK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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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吃的太饱了 吃的太饱了 撑了 吃撑了我们从这边出去吧 对 我们直接从这边走吧 好 啊 这边吃 最大的问题就是停车问题 你如果开汽车来的话 嗯 他们这个餐厅 一共只提供两个车位 对 两个车位就是在门口的这两个 对 前面是一个不知道谁的 后面能量是我的 所以这个它离古城也不远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会开摩托车来 对 开摩托车来就会比较方便 然后青麦这个地方 其实我上次就和大家曾经说过 就青麦这个地方 它呆着它不无聊 就对于游客来说 就像你到了这个地方 好像食物比较单一 到了泰国就吃泰国菜 但是对于我们长期在这儿居住的这些人 我们在这边吃就是各种各样 各国的食物都是能吃到的 因为它是一个世界化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地方 就你比如说德国餐厅就是德国人开的 对那么你说法国餐厅就是法国人开的 巴基斯坦也有人开餐厅 土耳其也有人在这儿开餐厅 那天那个买羊的那个阿富汗的老板也在那儿 对 而且他们的整个群体也是德国人 他很多很多德国人就会聚集到他这里 或者是欧洲的这些人就会到他这里聚集 你说巴基斯坦的那些很多很多穆斯林啊 什么就到他们的餐厅 对跟我们这里的中国餐厅也一样 对 其实就是中国餐厅也是这样 所以有很多说 我那天不是就在说吗 我说你全世界去找那么个城市 你还真的找不出几个 对 好多人还在那里不服 说昆明不也是有很多美食吗 气候也很好吗 西双版纳不也很好吗 但是总归我说不出来这种感觉 你说在西双版纳 那你说我去找个德国餐厅 我去找个巴基斯坦餐厅 没那么容易 是的 我印象里面能够有 吃的上面有这么多元化的 只有我们浙江义乌 义乌是什么东西都能吃得到的 因为他是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到那个地方去拿货 对 所以乌乌是其实从吃的方面 他是可以相媲美的 什么餐厅都有 其他的我真的还没有看到 真的还没有看到 就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也可以在屏幕里告诉我 我们也很想再去尝试尝试到那种城市里面 我们去生活生活去玩玩看 对 行了那今天内容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